販美社長 月薪多少錢 阿嫂 兩萬七 兩萬七 但是你剛剛那個圖片 有看到 你有一個哈嘛斯包喔 對 兩萬七你怎麼買哈嘛斯包啊 芬奇 分的過 代購 比較便宜一點 喔 那個包多少錢 代購比較便宜 沒有擺 沒有破擺 你是凯莉还是柏金 柏金 其实你有买过一个 破百万的包 那你后来那个是怎么样处理掉的 就是每一期都是爸妈先帮我 因为他们觉得信用很重要 就是不要有扣分这种 所以他们都会先帮我付 但是我每个月都还是会 分期还给他们 所以你为什么喜欢买 两万七为什么这么喜欢买精品 因为后面有爸爸妈妈帮你付吗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18岁的时候 妈妈送我一个LV包 然后她给我的观念就是 好的东西只要你还好保养 然后好好珍惜 她就可以用很久 那你就只买名牌包 对 但是没有到就是 看到什么最新的就要买 就都是买经典的 不然就是人家可能说限量 就总买不到的 OK 好 可是你才两万七耶 你会觉得这个落差很大吗 因为可能我平常都比较急的时候 然后我15岁开始工作 对所以之前就有点存款 购物狂就会有各种理由 来合理化自己 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消费行为 你要不是由你爸妈帮你付 你怎么可以 对 他你这样这个也是 也是 这个应该算是我第一个就是 呃 冲动消费买的Chanel包 很重耶 哦对 里面有装东西 对 他原本是 好搭你的衣服哦 带你收到你 好适合美人姐 对 这样是一个美人 对 但是的确我到每个国家 去问这个包包都是没有 都是缺货的 所以我觉得买了很值得 是 今天款 OK 好 可是我纯粹以他买这几个包来讲 这个部分不能算是 购物狂 不太像 不一定是购物狂 因为更狂 比较像购物有问题的人 可能这个同款你要有好多个 可是那所以它是属于 刚才你说的那一型的 对不对 只有一个 只有冲动而已 冲动嘛 对啊 对啊 他只是说在当下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很深知熟虑 或者觉得说 没关系我就忍一下 然后过去就好了 之后的话 我会得到持续性的满足 那我们其实到购物狂的情况是 他的满足感是很快就会消退 所以他才会继续在第二层 第三层一直重复 他买一个会高兴很久就还没有 他只是没有理财观念 因为有爸爸妈妈可以泡嘛 这个当然是一个 我们临床也看很多啊 我有一个个案来讲的话 他是喜欢买房子嘛 然后买房子买到 我真的是很夸张 都快被包租婆 或包租公的情况 但是他会跟我讲的理由就是说 反正我买的时候 我爸妈也是合理化借口 说你以后 可能也是一个人啊 不如这边就当你的哑巴儿子这样 所以还是要什么 要有助纣为虐的一个后面的背景 对对对 那你有一个病魂 一直爱买古董 是什么原因 那买古董 那个也是很夸张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有在婚姻关系里面 可能有一些受挫 也就是说他不管做什么决定之后 太太都会批评他说 你买这个没用啦 所以这家没贡献 没价值 那我要证明我自己的存在 所以要买一些你不懂的东西 所以我买古董 你就不懂了 对不对 那这个朋友就会说 我的眼光很好 怎么样 那人家就灌迷汤 结果从一开始买十万 买二十万 买到最后 他才发现的时候 已经一千五百万 而且都是现金啊 要不然就去卡在这样去支付 所以才会买到自己 到最后不对劲 太太就把他嗲过来 他也不是一开始在婚姻里面 就这样对不对 他一定是有一个退休吗 还是 没有他其实也没退休 只是说因为孩子比较大了 所以他以前注意力 就放在小孩身上 那现在孩子大了之后 他发现他自己 没有成就跟乐趣 也没办法掌控 那总要找到自己可以掌控 其实我们很多 购物狂的心态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掌控人 至少我可以掌控物吧 所以从这边 人我控制不了 对人控制不了 可以控制物品 然后又很这样子 相信自己 千错万错 绝对是别人的错 不是自己的错 然后他就会认为说 我买的东西绝对真的 可是都真的 越买之越错 因为买的来源 他就哇这个是西汉的 这个是东周的 越买越古老 你头发真的是 越来越恐怖 你这个情况 那刚才问一下邓医师 刚才阿莎是说 他妈妈因为在他18岁的时候 送他一个名牌的经典包 跟他讲好东西 值得投资 因为可以用很久 从此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基转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让我们看到购物 有的人是跟一种过去的价值连结的 在心态上我们大体可以说有四种 一种是提升自尊 一种是缓解孤独 一种是释放焦虑跟忧郁 那我们就可以从阿莎的例子来看 我觉得与其说 他是连结到得到妈妈给LV包的幸福感 不如说他在认同他的母亲去买LV包 这样一个成熟女性 这就有双重的意义 有些人是 像我知道有人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那他还是全身上下 全部的东西都印有卡通人物 像Hello Kitty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是作为小女孩的时候是公主 非常受家人的宠爱 所以他不是从小到大都穿一样的卡通人物 他都是可以看现在有什么卡通人物 最受欢迎的或去到哪里他就会买 因为他永远都要感觉自己 还是在用最尖端的这种卡通人物的小公主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后来求学不是很顺遂 成就感很低 然后婚姻也不是很顺遂 所以他就一直用这种购物来回到当年 那另外有一种人他购物的时候是 没买一个新东西 就像一开始美人示范的 就是会感觉自己更好 更靓丽或更值得 那ASA这个部分就有双重的 因为你透过购买使用精品 好像已经达到母亲的期待 就是你变成一个精品级的人物 精品级的女人 但这其实是要透过你人生其他的努力 去达成 但是我们会最快的在这个形式上 变成服务自己的一个象征 OK